好,各位同学,各位朋友,我们今天来讲GIMP这样一个造型 很久没有这样玩了 我们来看原始的照片 这是我拍的 就是 原始的照片拍出来这样子,然后我们做完之后变成 这样子 那几个重点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看 这个本来其实是有点模糊,所以我们加上黑色的线条 它整个就起了,这个包括它这个地方也会比较 清楚 有没有,因为比较清楚,就是有这样线条,立体感会出来 然后这个东西,这个就是基本上是油画 油画,油画,然后加上线条 然后中间有一些操作的,还有一些 GIMP可能可以有的功能你还不知道呢 我们透过这个功能讲一遍 基本上讲一遍 我还蛮喜欢这样玩的,其实你也可以这样玩看看 就是无聊的时候,或者 某些时候你可以这样子 打花时间,练习一下 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找一下下载 好,就是这一张 然后我们看,拉到这个地方会另开一个新的档案 OK,保持 我们就开了,然后我们就先 复制一张 我们首先要把 那个线条拉出来 那线条拉出来,有一个比较好的 其实我已经教过很多做法 那这边这个做法是比较简单的 滤镜里面呢,有一个映射 有一个凹凸贴图 凹凸贴图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你这个贴图是用它本身的自己 用它本身的自己 用它本身的自己,你就可以看到它那个 选择它,你就看到它本身的变化 所以你可以看到 错了错了,一开始就交错了 sorry啊,先把它拿掉 这有时候常常也会这样子 这个一开始就交错了 我们先 这边 就空白的 空白的 然后白色,这个地方底色是白色拉近 有没有 白色 然后就是滤镜 这个 映射 凹凸贴图 白色嘛,白色才会有凹凸贴图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用刚才那一张 有没有 就是 这一张 有没有 有没有 你用这一张 用这一张当作 凹凸贴图的这个东西 然后凹凸贴图就会出来了 然后这个可以调 你看这个 那个细节会不明显 以及细节又或者明显 这个地方可以看 然后这个地方是 整个细节的那个 阴影度 阴影度 就是这样子 看看你想要什么样 有一个阴影度出来 然后细节 不要那么多阴影度强一点 细节不要那么多阴影度强一点 这个东西看你怎么去处理 那就是这样子 OK,确定 有没有 一张有 有 黑色的线条 东西出来的 就说这是技能 其实你要做这个东西 方法很多 我教你这个 比较简单的方法 用个白色的 然后用 濾镜里面的映射里面的凹凸贴图 找一张你要的照片 就可以把照片的 线条弄出来 好 那这一张我们再复制一张 这一张我们再 这一张我们再复制一张 这一张我们再复制一张 然后这一张呢 本身我们就看油画 油画 那个在那个 艺术效果的地方油画 我听喜欢油画的 强度跟它大一点 好不好 这个这个把它关掉 油画的感觉就出来了 强度再大一点 看看你是什么感觉 好那油画出来的强度大一点 OK 确定 好就会这样子 然后我还喜欢把它 颜色 希望我教这技能也都会 我希望对比强一点 对比对比强一点 对比强一点 对比强一点那个 整个氛围更古老 更古老 确定就会这样子 那现在我们可以刚才 现在我们看到下一个做法是这样子 点它 濾镜 那个映射 这边有一个Displace Displace 这个地方是 水平这个地方是垂直 一样我们选 选哪一张 选下面这一张 选下面这一张 因为上面这张是油画的 下面这一张是正常的 选下面这一张 Displace是这样子 它其实就是会 这个我已经解释过了 反正你就会知道 如果你选相同的东西 它会让画面左右 位移 上下位移 我比较说你看这个地方 我先把这个 我把它拿掉好不好 你看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左右有点位移 对不对 有看到左右有点位移 没有是不是左右有点位移 就会是这样子 重置 那我们就慢慢调 慢慢调 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 它 它的下面有点位移 位移 就是说 位移可是产生一种 模糊 X 位移 然后这个 Vertical垂直 不要太明显 稍微有一点点而已 就是这样 画面有没有 整个画面有点位移 这个Displace 其实很好用 它会让边缘的地方 产生 位移 跟破碎 就像这样子 突然有一种破碎感 对不对 一种位移而产生的破碎感 那我就要这种效果 那你就要 Displace 这样一种功能 好 那都有了 基本上都有了确定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图层 会吗 好我们讲过了这个图层 用什么 用变暗 因为我黑色的要加进去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黑色的加进去就突白了 但它还有 变暗就是黑色的加进去 白色的不作用 可是我们还可以 这边有好几则 就是说它对比性会比较强 你可以自己试试看 这又是一种做法 这又是一个 更强 我其实个人比较喜欢这种 氛围 它对比性更强 对比性更强 好 那再过来这里有一个这个 对不对 好讨厌 我想要把它抹掉 想要把它抹掉 点它 希望你会抹 希望你会抹点它 有没有 这里有个什么 这一个什么 不是这里 这个是 扭曲变形 对 扭曲变形可以把它抹掉 有没有 我选这一个 大小这样 你看 是不是可以把它抹掉 这个功能我教过了 我也只能说我教过了 抹掉的功能我教过了 好 把它抹掉了 看不到了 这个是扭曲变形的抹掉功能 这个我讲过 这很好用 练习看看吧 这样你就知道我想把它抹掉就可以抹掉 然后呢 这边有颜色 照进来 你是不是希望这边好像可以亮一点 对不对 一样这个地方 这个功能 没有看到 可以有变黑跟变白 变黑 那你看一下这个说明 有没有 按 control键 你就滑鼠移到这边 你看下面这个地方 按 control键 漂白变白 对好 我就按 control键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楼梯 稍微白起来了 这就是我要的效果 没有 这边也可以稍微拉一下 让它变白 因为你会觉得这个地方 有阳光照过来 光纤照过来 当然这是个人的 氛围 基本上我就做完了 没有 中间有很多 技能跟技巧 那你不会的话 我以前都教过 我就是透过这些 功能 这些技巧 拼凑起来 这个地方是个思考 这个思考是蛮有乐趣的 那就完成这样一个画面 原始的画面 那这个是我们 做完之后的画面 那当然还有更多的变化 这样 氛围就很有感觉 对不对 那再写这个东西 这个是上面的一个博物馆 广东上面的一个博物馆 在那边写写字 写写字 整体的氛围 当然就会比 原来的照片来得好 那照片就是反映真实 他就是这样子 这样一个你自己 美学的感觉又出来 这个 这个俊颇玩到最后我还蛮喜欢玩这个 他终究表达出一种美感 你看他的美感是跟 看照片的美感不一样 这个地方有一个 阅读者可能产生一个深美的样态 又要开始讲哲学了 这个 文本里论你有个审美 因为读者其实 如何让读者产生一种深美感 有一种美感出来 其实不容易 经过加工 你让他有美感 其实是一个 很快乐的事情 如果你真的看这个有美感 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我把我的美感 透过我的 方法分享给你 让你得到一种 无价的快乐 叫美感 你有美感的感觉吗 哈哈哈 好了我们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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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